每年的这个时候 纽约的市民都要去市政府前的阶梯 抗议政府削减公共图书馆的预算 但是收效甚微 今天纽约市官员和市民们拿出了新的方案 希望政府不要再继续削减公共图书馆的预算 今天包括曼哈顿区 皇后区 以及布鲁克林区的民选官员 以及市民前往市政府前的阶梯 向市长蓬勃抗议 今年的公共图书馆削减预算提案 民选官员们表示 每年这个时候 大家都对公共图书馆削减预算表示抗议 但是收效甚微 今年他们拿出了新的方案 这其中包括减少图书馆不必要的服务性费金 减少筹测资金水平等等 我们这年一定要争取这个baseline 所以我们有一个新的提案会提出来 就是在那个property tax里头 有一个好像是两个percent的经费 是应该用在图书馆 所以这个也可以保障 每年我们都可以有这个经费 不需要每年都要再争取 如果新的方案得以通过 将在六天之后得以实施 小学生代表也发言表示 他们需要图书馆 因为在那里他们可以写作业 可以借阅图书 如果提案得到市场的通过 不但可以让超过百个的图书馆 避免关闭的风险 还可以让更多人免去了失业的担忧 华与电视记者赵璐 纽约采访报道 大纽约台湾会馆老人中心 今天举行大型活动 数百位会员以精心排练的歌舞 节目庆祝双亲节 表彰爱心员工 市主机长刘淳毅也赶来道贺 并在现场与母亲亲切互动 展现出平时难得见到的 温馨感人的亲情 举行双亲节庆祝活动 是台湾会馆老人中心 多年来乡承的特色 在中午举行的庆祝活动中 吸引了近300名会员参加 驻纽约台北经文处副处长范国居 华侨文教中心主任张景南 法拉盛华商会总干事杜比德 台湾会馆董事长陈龙峰 台湾会馆理事长陈春兰 市议员顾雅明 办公室主任陈铁辉 众议员金对锡 办公室主任斯塔文斯基 办公室代表杨明文等嘉宾 均与会并向全体会员 和获得表彰的爱心义工之贺 纽约市主机长刘淳毅 从曼哈顿赶回法拉盛 向在座的父老乡亲祝福 看到现场记者忙着拍摄 在座的刘淳毅母亲刘瑞美 也拿起iPad对种了儿子 引起一阵欢笑 刘淳毅挤到母亲面前看照片 母子亲切互动 亲情流露 场面温馨 台湾会馆老人中心会长 黄柴春 也记着活动 表扬在会馆义务教学的老师和义工 华语电视记者 采访报道 布鲁伦地检署和纽约亚裔律师协会 昨天举行了庆祝亚太裔传统乐活动 并表彰了三名亚裔社区代表 其中有两名华裔人士获奖 为庆祝五月的亚太裔传统乐 布鲁伦检察长海恩斯办公室 21号与纽约亚裔律师协会 联合在布鲁伦地检署 举行了庆祝活动 并颁奖表扬包括 美国酒店华裔协会 行政总监陈乐英 孙伯之家社区服务中心 董事局主席李宗宝 以及51选区周仲元 社区事务总监爱兰 三位亚裔人士 以表彰他们对社区的贡献 来自社区各社团代表也 纷纷出席道贺 布鲁伦地检署助理检察官 吴建宏介绍 这项亚裔传统乐颁奖活动 始至于2009年 今年已经进入了第五届 检察长海恩斯表示 亚裔是美国所有民族中 人数增长最快的族群 希望透过颁奖活动 对这些亚裔社区 杰出组织及人士的贡献与表扬 也鼓励更多人 为各族裔社区敬礼 获奖的陈乐英及李宗宝 在受访时 感谢家人的支持 并希望为社区做更多的服务 有很多时候 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过来这边 有很多事情根本不了解的 我可以帮他们尽快了解 这个社区应该 这个社会应该有什么权利的机会 而且也把我们的教权带给他们 让他们更加明白 我们中国人是怎么样生活的 谢谢 我好开心得到我们D.A. Hines的奖励 这个奖励其实是代表我们社区的奖励 尤其是我们华人社区已经50%的增长 更加来讲就是他们对于社区的贡献 华语电视记者杨振田 纽约则访报道 纽约华裔社区的一些医疗协会组织 将从本月28日起 陆续在华人聚集的华部 法拉圣以及布鲁伦 举办《谁来照顾我》系列教育活动 将探讨患有重疾的人及其家人 在目前的医疗系统内 如何选择恰当的照顾 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 但许多人往往面对年老重病的 家人医疗问题时 却束手无策 不知如何处理 由于目前美国的医疗系统变动 非常复杂 一般民众未必有深入的认识 为了协助社区华人了解 患有重疾的人和其家人 在目前的医疗系统内 如何选择适当的照顾 由中美医师协会 亚美医疗联盟 与MJHS安宁服务与舒缓疗户 共同合作举办的 华人社区教育计划 谁来照顾我系列讲座 将在本月28号上午10点半 在华部奇艺会老营中心 举行收场活动 出席人士包括 中美医师协会会长刘继高 亚美医疗联盟主席鲁斌 以及中华公所主席吴国基等代表 委会者纷纷对这项讲座的举办 表示肯定支持 并希望透过这一系列的讲座 来帮助大众认识思考探索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是需要大家好好去想过 那么等到生病的时候 我说我希望我的儿子替我决定 希望我的女儿替我决定 那么应该怎么办 那在某种限度 我需不需要插管 我需不需要抢救 我需不需要急救 不要到最后一分钟的时候 她就要再说OK 那么我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 据介绍 这项讲座出首场在华部举行外 还将在6月6号 在布鲁伦松博之家社区服务中心 以及6月12号 在法拉山台湾会馆举行 欢迎社区民众 有约前往青江 华语电视记者杨展田 纽约参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